我是马亭燕 曾文达 我希望你们各位呢 不断的不停的每天的收看 红星卫视1.9 这个是最好的 最有知心的电视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 TVHS 1.9台 品顾香茶 韩两岸市 天下市一家 两岸下午茶 品顾香茶 谈两岸市 两岸下午茶 天下市一家 各位好 我是张庆 各位好 我是志宏 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期的节目 今天呢 志宏跟我讲 在电话里跟我说 想要说说美食 我知道他是一个那个foodie 我们说是一个吃客是吧 喜欢这种台湾的美食 也喜欢我们大陆的美食 那我就在想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尤其是在国外 跟这个外国的朋友 实际上在国外 我们算外国人 就是我们在国外 跟西方的朋友 去谈到这个中国的美食 其实有时候特别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说你看 一说我就饿了 每次在跟他们讲到美食 中餐的时候 中餐美食的时候 他们想到的就是什么 Dumpling 饺子 然后什么炒面 Combau Chicken 就是公报鸡丁 还有一个什么橘子鸡 我都没听说过 因为什么这边有一家 特别有名的那种快餐店 叫Panda Express 所以他卖的很火 所以大家很多人 尤其是没有去过中国的那些 就是西方的朋友 他们会认为 那可能就是典型的中国菜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 我们中华的美食简直是 你要是真的去说 不要我们暂且不论56个民族 后面有多少这种 不同的风俗 不同的美食 就是八大菜系 我们也得如数家真的 说他个几天几夜 所以就是说 这种 所以我说这种 从美食来讲 中国人对 这个西方人对中餐 美食的这种误会 和我们对 和我们中国人 可能对西餐的误会 是一样的深 就像我们讲到西餐 就是什么 汉堡包啊 牛排啊 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的感觉 因为我在这边住了很久了 对不对 从80年就在这边 那实际上你说 中国菜在美国的中国菜 好 我们应该讲 应该怎么说呢 这我一般来讲 我们 我叫它ABC菜 就是经过改良的 就像我儿子那一代的 他们在美国生的人喜欢吃的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餐厅 那这是我儿子的Favor 每个菜他都喜欢吃 所以说 所以说真的 他真的是为了迎合 当地人的胃口 什么酸酸甜甜的了 然后一大堆油 不然就是放酱油 那就好比说 我们吃饭来讲 我们不是吃白饭吗 白米饭 那我所看到 每次去 我觉得很纳闷 就是外国人吃的时候 二话不讲 先浇一圈酱油 你有没有看到 对对对 它那个饭里面 要有一些汁什么的 他是把酱油先浇一圈 它有味道 我也不懂 连炒饭都加 然后我问了餐厅老板 跟餐厅的这些适应生 就问说 你们吃不懂 当然这也很奇怪 有的厨子很生气 他说我烧得好好的菜 你还要加酱油 所以就说 互相对这种饮食 还是不是了解 实际上我们在加州的人 已经就很幸福了 我说的是华人 因为在这里实际上能找到 各种菜系不同味道的餐厅 而且即便说你找不到 当然我不是说那么authentic 那么水准那么高 但是基本上味道 你还是可以尝到了 已经好很多了 就即便找不到 在这边的中国超市 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食材 调料 在网上下载一个菜单 自己做得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还是挺幸福的 可是就是说 在美国的其他的 比如说中部 什么就很难找到 非常地道的那种 就是中国的口味 是 这就是社会进步了 那我当初80年来的时候 我记得8081之间号 第一批大闸蟹进美国 大闸蟹 大闸蟹 我们的牧民20多年了 就跑到三番市去买 然后那当然是我 那时候我长出 我们两位朋友 你们应该算是主机 是上海的对吧 很会做 对啊 所以就我做 我记得我们到三番市来买菜 我做了十个菜 大闸蟹是主角 我买完菜回去 对不对 一直做 做到晚上九点钟 才开始吃 那大概是太累的关系 我对大闸蟹我觉得还好 对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讲究吃 那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从小也是会被教养的是 你想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理念 刚才我提到了 你想 我们中华的这种美食 比如说它后面所 就是说 它这个美食背后的这种文化呀 风俗呀 还有就是说 相对的你这种烹饪的记忆呀 什么的 还有我们精神层面的东西 这个当然是越说越玄了 你真要讲 真的是可讲的东西太多了 而我们对食物的这种理念 从小也被教养 的是历历皆辛苦 你知道吗 吃饭的时候 你还会想到很多 去对食物的那种尊重 我们从小就有 然后你再到美国来 你看也是 我身边的朋友 我不知道 因为你时间蛮久了 我最早来第一次是出差 出差可能2004年的时候 我来这边看到了一帮留学生 非常好 也是我的老同学嘛 他们在这边来 自己每一周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去看他们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在Kansas City 然后他们要去开很长时间 半个小时的路 才能找到一个中餐的那种超市 然后买菜要买整个一车 要买一星期的东西 回去去做自己烹饪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可能现在已经又过去六七年了 这感觉还是不一样 现在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对 就是社会进步了 像我们以前 我就说我们买东西 真正好的食材 必须要到三番市买 Sacramento的时候还没有 后来因为Sacramento 比较有很多 也不光是中国人 亚裔的移入 把一些亚裔的新鲜的蔬菜水果 像以前我们那边就是 基本上就是像你讲的 红包鸡肉这些东西 我还记得 而且都是碟饭很流行 我们以前常常去吃碟饭 什么叫碟饭 就是盖饭 你们盖礁饭 盖礁饭 这边叫碟饭 因为是广东人 而且那时候广东 因为我们那边的 广东的三亿四亿人 特别多 所以他们有很多 很特别的菜 就好像我们那边有一家 是专门做包饭 他做那个黄鳝包饭 在那个台山 我因为从来不吃黄鳝 在这边怕有腥味 就那个老板 我去吃了两三次 老板就一天到晚叫我 来吃他那个菜 我后来实在远不远说 你为什么要我吃你那个菜 因为我吃辣胃饭 为什么要 他说我这黄鳝包饭 我们家以前在那乡下 就是顺德附近 是排队排长龙绕几条街的 这样子吃的 我说这样子 结果我一吃 果然不同凡响 好吃 真的是棒 所以人家就是给你推荐的 都是他最拿手的 我觉得在这个北加州 就是更是幸福了 之前我在南加 那时候就是吃中餐 在南加可能相对集中一点 你要开到Chinatown 开到那个Montree 是Montree Park那边 Montree Park有很多的东西 然后那边有一些 老Chinatown 新Chinatown都可以 在这边是隔20分钟 你可以见到很多的中国餐馆 包括什么煎饼果子 然后什么就是西安的面食 你之前不是还跟我讲 你喜欢面食 就什么东西你都能找到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对啊 所以有东西吃了 就要讲究说道不道地 对对对 像台湾小吃也不少 可是你在台湾吃的小吃 跟美国呢 到底感觉怎么样 对不对 那就是见仁见智了 对 我觉得洛杉矶就是 真的你所说的 洛杉矶东西吃的多了 对啊 最近的时候我们 就是说特别幸运的是 看到了一部特别好的纪录片 叫舌尖上的中国 我觉得这个片子 就真正的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最怀念的那些 最旧的那些味道 而且不光是 它的本身片子拍的 有多美丽 主要是那后面的故事 那些老的味道 那些食物 让我们想起很多 所以我们下一节广告回来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拥有14年平台的衣扇房 是美国首创 以指导妇女月子调理 温馨阳胎 经济调理 以及妇科手术恢复调理的 专业健康机构 传统药陕医学 现代健康品试的 衣扇房 位于Mountain View 拥有中央厨房 自动包装系统 每日新鲜烹调 专车配送服务班区 易善访咨询 订餐电话 650-938-5888 650-938-5888 好节目要与好朋友分享 儿子的毕业典礼 女儿的结婚录影 孙子的庆生会 我的登台表演 DVD影片复制 用电脑太慢又太麻烦 Smart Copy 专业快速DVD拷贝机 一个动作万事OK 复制一小时的DVD 只要三分钟 一机可以同时拷贝多片DVD 不用连接电脑 省时又省力 荣获加州教育局指定优良品牌 Smart Copy 11866-988-2679 风气食品 湾区共有11家分店 面包每天新鲜出炉 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11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 尽在生机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为您提供三审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好欢迎回来 刚才说到了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把我们带到了那种就是中国我们这种美食的那种老的味道 老的回忆 尤其是想起了家乡的那些味道 妈妈的手艺 还有也许是伯母奶奶的手艺 所以那种老味道 老味道那种记忆特别的感动 所以我看那片子有一点非常非常就是震撼的 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 我不知道应该也是看了 你跟我提过 对对对 七集都看完 哇这真的很棒 就是说除了那美轮美奂的画面 就是背后的那个食物背后的故事 就是他他所涵盖的那些东西 而且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的那么的可爱 那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美食的创造者 那些劳动者 让我们看完之后就对我们我们的中国的美食 对我们的食物有产生了敬畏 尊重重新开始尊重了 尤其现在这种经常会有什么不安心的食品啊呀 很多有毒的很负面的东西传来的时候 你真的有时候失去信心 但是看到这个你觉得哇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智慧 尤其是在这种食物上的 你能看到很多 你觉得非常的震撼 对那一天老实讲 因为舍尔上中国是2012年的戏 今年呢就拍了好多什么舍尔上这个那个的 现在都是一个流行词了 是我现在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江南味道 专门讲因为我自己是上海人 我爸爸是上海人 所以那江南味道对我来讲拍的非常好 那我那天就闹了一个笑话 我跟几个朋友开车来湾区对不对 就谈到我这个江南味道 我说呢我本来也不知道 因为呢我那时候去那个杭州玩 每天就吃他的炒虾仁 炒虾仁 大大的到最小的 哇那个跟那指尖差不多大了 真好吃 每天爱吃那个东西 然后呢我就说我也不晓得 那个上海话不是讲不声 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访问的人 美食家就讲说 虾仁叫做Honey Honey在那个 在那个这个江南话 就是Honey 是欢迎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每一道菜 就是每一次吃饭都会有这 欢迎 给我呢我在讲欢迎 就讲这个上海话 那旁边就有人在笑了 因为他是嫁老外的 他老公是美国人 他这讲起英文来 就不是他很好听了 你说这个发音跟那个大词 我完全没有想到 对对对 可是真的 你刚才不是讲说 中国跟美国 对一听 我说哎呦对呦 这个声音完全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虽然是上海话讲欢迎 欢迎很好听嘛 我完全没有想到是 变成英文 因为他听起来像是英文 一讲出来 那个字不是好字 我是看那个片子的时候 尤其是第二节 因为就是先是第一集 他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就是叫 我记得第一集叫 大自然的馈赠 你就可以看到 有几个画面 他们穿着那个 就是皮的那个衣服 在淤泥里面 勾着背 然后拿个铁销 一点一点地缠那个藕 去找那个藕 而且是黑夜 非常精心 有时候要把手触碰到 那个下面去摸那个藕 结不要卡断了 然后当他们把那个藕 打出来了之后 自己翻出来了之后 那种幸福的笑容 特别感动 你就觉得是大自然 给你馈赠了很多 可是你也是要 去真心地 要对待它 你要用你的劳动 可能还要用一些智慧 你才能真正地 就是咱们老子宗那种 对食物的那种智慧 你都能可以 就感觉到 特别的震撼 然后当他们拿出来 最后通过劳动 捧出来它 它那个果实的时候 真让你觉得感动 所以人家说 看这个片子 有时候口水和泪水 是一起流 是就好像他们 在那个山里面 找那些菌 对 那个叫松茸 那个女孩子 好像说是一个季度 才能挣5000块钱 但是她一直是为了 当然为了生计 一大早就要进去 好辛苦的 可是最好看的还是 她在考那个菌的时候 口水都要抓 是我每次说这个 我就觉得很饿 还有第二季当中 她说了很多的主食 实际上有时候 经常都现在面食 什么都不是特别的敢吃 因为觉得要控制体重 可是你想想那些家乡的味道 当展现在镜头面前的时候 我真的我都要疯了 我要吃 你知道吗 什么西北的那种 叫哨子面 还有什么拉面 你叫兰州拉面 你说酷带面 那叫油泼辣子表面 那种大的酷带 那个是西北的 那是西北 那是西安的 陕西的 因为我所看到 是那部什么 那个三腔拍案惊奇里面 他做的好大 我说怎么还有这种面 然后呢 还有一首歌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我不知道 就那个叫 这个叫陕西美食 陕西美食 你是说网上现在 特别流行的 用陕西话唱的 那个rapper的 对那种说唱的 那个就是从头到尾 把那个陕西 所有吃的还是小吃 陕西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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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都讲出来 真的老实说 真的很多东西 我连听都没听过 而且我有些听不懂 因为他讲的是陕西 但是你什么感觉啊 你看那个 你是不是就觉得 特别想去尝一下 对吧 我觉得这就 这就目的就达到了 就最主要的是 这种 对对美食的 美食的这种呈现 他的那种镜头感 和故事感 每一个人物都会让你觉得 跟那种食物有很强的 关系 你就特别想去踹 我也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 就好像台湾最有名的是台湾小吃 台湾小吃的 基本上面是台湾菜 可是就是因为 四九年大迁徙以后 各种各家的风味都 都跑到一起去了 所以基本上在台湾 那时候在台北 我们吃东西就是南腔北调 所有东西都吃得到 那所以再加上改进啊 就好像我们这里最流行的 这个General Chicken 这个叫做左中堂鸡是吧 哦 左中堂鸡 对啊 就是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湖南餐馆 它发明出来的 是因为在美国 他们在美国开那个 开餐馆 然后那个在华盛顿 然后那个总统要请客 请吃中国菜 他就想到这一道 倒出来 后来那个就吃你了 你一说鸡 我就想起来那个什么 叫花鸡 你知道吗 这个里面的典故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说说看 说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是好多 这种叫花鸡 就是那帮叫花子 把那鸡偷出来 然后他们自己 又没有办法去烹饪 烹调 然后他们就是把那种烧过的 然后那个很热的那种地下面 你知道吗 他把那个鸡埋进去 然后自己就熟了 然后吃起来还蛮香的 据说是这样啊 具体的故事 我应该记着一个大概 就是乾隆他去下江南的时候 要到那个地方 然后有一天 他就流落到外面 我在想乾隆 怎么会流落到外面 没饭吃呢 然后就一个叫花子 赠了他一个叫花鸡 然后给他吃 他觉得特别香 就问他叫什么 这鸡是叫什么名字 什么鸡 然后那个叫花子 想了想也不好意思 他也不知道这是皇帝 但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叫叫花子鸡 他说这叫富贵鸡 所以就现在好像宫廷里 出了一道菜叫富贵鸡 实际上它是叫花鸡的这种做法 对啊 就好像那个 北京很有名的一个菜 暴赌 暴赌 有个叫暴赌龙的嘛 就是因为乾隆去吃 所以得到 得到这个 他提字 因为吃好吃些 写暴赌龙 还把那个龙字呢 因为本来是真龙龙 改成乾隆的龙 对 像这种典故就很多了 因为你想 咱们别说就是 每一个地方 他都有自己的特别的特色的小吃 就像你刚看那个纪录片 他有很多 还有就是说我们古老的什么宫廷菜 满汉全席 就那个菜单啊 背起来那都背不完 是有很长的 就是要讲到这些 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的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32000多首歌曲 80%的原生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得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学歌标歌都开心 详情请下北加州总代理 悠唱国际 118669882679 118669882679 中城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Gaw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Gaw 以中城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估价 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408409 5688 408 409 5688 欢迎你有兴趣的人士 加入我们的英雄园队 你曾经体验过 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 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 219 3303 408 219 330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您想推广您的产品 以及商业业务 深入到湾区的每一个家庭里吗 红星卫视可为您的行业 量身打造不同的电视广告企划 让您的产品深入人心 让您的业务蒸蒸日上 请赶快和红星卫视的 广告业务部联络 广告洽询专线 510-585-6187 510-585-6187 欢迎回来 张静啊 我们刚刚谈到这些小吃方面的东西 那台湾小吃是远近持民了 那实际上台湾小吃有一些 很多东西也是有典故的 就好像小时候我也不知道 因为地方不一样 台北有的东西 台南不见得有 或者高雄不见得有 就是比较远的地方 高雄有特产 就好像当初我小时候 一直想吃的东西是什么 那叫棺材板 棺材板 就是什么名字 没有 就真的是棺材板的棺材板 就是棺材上面的板子 那这个是个台南特别有名的小吃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 后来呢终于有人在台北卖了 我没有去台南 那时候 结果呢原来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吐司面包 一大块 他把它炸了 整个炸酥了以后 把上面切开 然后呢中间挖一个洞 然后洞里面呢放那个吃的 就是像 这个我也 我觉得现在也是大陆吃很多 它好像是一道甜点 它里面有时候会放一些什么甜食 它不是它是咸的 但是咖喱饭 可是它不是咖喱饭 是奶油的 Cream做的 刀进去以后把这盖子盖上去 所以叫棺材板 所以看起来像棺材板 那你吃起来就是 很像你知道我们这个弯曲这里的 那个Cream Chowder 就像那个样子 可是它是因为把吐司炸过 特别脆 所以叫棺材板 这个名字非常奇怪 非常特别 所以说到这个菜名也是很有意思 我知道我们之前还有个笑话 就是说在有些饭馆里面 他做菜的人有时候给你上的东西 不是很地道 不光是味道就是说 人家给你名字叫的很好听 结果实际上来的东西叫什么青龙过江 你知道吗 实际上它就是一碗汤 那个老汤里面放一根葱什么的 还有雪山鸭顶就是西红柿加白糖 就类似这样的笑话很多 对啊像我在湾居以前吃过一道菜 我有忘记哪餐厅好久以前 叫做猪八戒踢球 你想想看什么东西 那就应该是什么猪脚吧 对 猪脚踢球 猪脚 那个球是什么呀 它要 狮子头 一个丸子 狮子头 一个丸子 一只猪脚 一个那个丸子叫猪八戒踢球 这个还好 起码它是有些干货的吧 是 毕竟还 比那个 你那个青龙 好多 对 对你刚说这些啊 都是大家很有智慧啊 把这些菜名取得都非常的有意义 很有巧思 就像你说的 实际上我们对于对我们华人来说 这种美食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 是我们传承的一种文明在里面 我记得孙中山最早在他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到 那都很早以前了 就提到说 中华之文明呀 这种文化文明之事 事实都落于其他国家之后 唯有美食这一件事情 很多的国家所不及 那时候就是很引以为傲的 所以不光是我们的食材呀 我们的食品 还有很多烹饪的技巧 就都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很有必要去把它谈一谈 是啊 就好像有一道 有些是用了非常非常简单的料 做出来非常费功夫的菜 就很多都基本上都在这个南方菜里面表现出来 专一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文丝豆腐 文丝豆腐是 他把豆腐切的好细好细好细 然后其他的菜都切得很细 然后呢做一盘 那个文丝豆腐 哇那个真的是功夫菜 我看了都愣住了 哇这个切出来好漂亮好棒 对所以就那种切的这种功夫 我知道那刀工 就很多的厨师上来先学的就是刀工 它不光要好看要美 要色香味要看着还要美丽 很多那种摆的那种食品上摆的那种配餐都要非常的漂亮 要会磕那种萝卜什么的 对这个刀工是第一的嘛 就是因为老实说在美国现在也越来越注重这些像一些法式料理 直接你去美国吃这个在美国吃这些意大利菜啊法国菜啊 对它的非常白吃 这个很重要 不关如此 而且你所用的器具去吃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讲究 那你像说美国菜老师说 我是觉得我当初最喜欢吃的还不是hamburger hamburger还好 就是我最喜欢拿牛排不要说 牛排大块肉我很喜欢吃啊 那个我记得我觉得说 哎呦最香最好吃的是炸鸡 炸鸡啊 对 那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炸鸡就是不健康 但确实是好吃 谁都爱吃 但是说到美国美食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美国美食美国它究竟有自己的美食吗 实际上你看都是从欧洲过来的 还有各种 我觉得美国的美食就是一种融合 可能真正的汉堡包呀 hamburger还有那个什么牛排可能是他自己的 然后其他的东西真的还有薯条 就就可乐 就这些东西可能还能代表一些美国的这种文化 那如果说是要我去看 我去读过这篇文章 真正说是美国的食物 应该要有两个最低代表性 Thanksgiving的那个火鸡是吧 也不是 火鸡也是外面的食单 第一个 Ice Cream Ice Cream是美国的吗 然后第二个 当然了别的地方都有啊 就是热狗 Hard Dog 对 就是把条热狗对不对 香肠夹在这个 长形的面包里面 据说这两个是 是真正的算是美国产的东西 实际上你要讲说其他一些东西 还有很有名的那个 到我也很喜欢吃的 就是那个烤牛 牛肋骨 用那个BBQ sauce 对对对 烤肉酱那个东西也是很道地 而且吃起来很粗犷 感觉很 对那Texas好像就烧烤比较文明的 对 因为之前我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西方的美食 你知道现在中国 就在大陆 学西餐是一种风潮 有很多那种假期的西餐的那种料理班 哇都是爆满的 实际上说西餐吧 你说美食 美国的美食 它也涵盖了很多 因为这边的移民太多了 法国它又偏法国口味的 偏德国 偏英式的 它都有 但是你真正的想要去问 究竟美国美食是什么 你只能把它变成一个Fusion 那种融合的食物去考虑了 在我们加州 加州很多的菜就好 我到台湾 我去吃苏喜好了 我讲苏喜 到台湾吃苏喜 California Roll 没有 这个是美国菜 为什么 因为它是美国 而且它是我们加州菜 因为加州有那个Avocado 就是那个厄里果叫做 对不对 它放在苏喜里面 味道特别好 那从美国传出去 就传到亚洲啊 台湾中国 甚至传到日本回去 所以它就是把各国的精华 拿来之后一包装 就成美国的美食 就是当初李鸿章想出来的 叫Chop Street 这边很有名的 杂碎 杂碎 我记得我来美国 那时候刚来嘛 就很好奇 就说 这杂碎很有名嘛 就特别到那个中国菜馆去叫个杂碎 实在是 因为杂碎还有那种 但是 但是因为 它还有一道菜 叫羊杂碎 这也是非常popular的 在刚才我们说到西安嘛 因为我对西安是很有感情的 我经常会去我们家 有亲戚在那边 然后我上次我记得去西安去吃 它有一条回民街 整个吃就每天你就觉得那烤羊味串啊 什么泡馍啊 各种面食 你就每一个都得尝 还有凉皮 然后七天下来 我是正儿八经地中了五斤 所以我就特别知道这些东西 什么羊杂碎 那也是很好吃的 其实听起来很恐怖 尤其是让我们的西方的一些同学 就美国的同学会讲 他说 啊哇 你们吃还有吃什么内脏啊 吃什么猪手啊 风肠啊 然后说 还要吃 所以说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